新疆網信辦日前透露 多個職能部門聯合行動 分別抓捕了5名維吾爾族和2名漢族網民 涉嫌利用互聯網等平臺宣揚 儲存 傳播涉暴力恐怖 宗教極端 民族分裂 以及謠言虛假信息 侮辱 恐嚇 誹謗他人等內容的音視頻 文字圖片 其中3人被刑事拘留 4人被行政拘留 一名消息人士告訴本台 近來當局明顯加強了在新疆的言論控制 它全部要演變到新疆斯蘭教的這種計劃 它這個是藉口這種打壓自由的一種行為 此外 已在中國展開3年的禁網行動 嚴重壓縮民間輿論空間 日前四川當局公布 廣安市警方早前一場嚴大中 公開警示訓誡36人造謠傳謠 行政拘留5人 其中一名王姓網民在QQ群中發布 過年我帶你炸火車站飛機場被認定為射恐 而被以涉嫌擾亂公共秩序而被刑拘5日 另一名陳姓網民在一微信群內號召圍堵政府討說法 被警方認定煽動網民非法集會 最終對其出議行政拘留10日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新林采訪報導 健康公園 居固定 olha 問題 torn 这